在2017年6月23日的一个深夜,李贵兰正沉浸在甜美的梦乡之中,却突然被客厅传来的异象惊醒。 他伸手摸向身边,发现床铺冷清,老伴不知何时已经不在身边。 他心中一紧,隐约感觉到事情不对劲,于是连忙起身穿过寂静的走廊向客厅走去。 打开客厅的灯,李贵兰的眼前出现了让他心碎的一幕。 他的丈夫汪平贵,倒卧在冰冷的地板上,身旁是一节裸露的电线从电视机旁的插座中伸出。 一瞬间,他意识到了发生的一切,丈夫触电自杀了。 他赶紧冲上前,颤抖的双手拔下那根致命的电线,紧接着试探丈夫的呼吸,却已经没有了生命的迹象。 泪水模糊了他的双眼,悲痛中他低声疑难,老伴,你怎么能这么傻呢? 他的目光随后落在茶几上,那里有一封丈夫留下的遗书,字迹模糊,内容未知。 这一悲剧的背后,其实有着一段不为人知的故事。 时间回溯到2016年3月6日,位于河北省石家庄市的一个小区里, 汪平贵和李贵兰夫妇喜气洋洋地来到了附近的集市, 准备为即将到访的儿子及其女友准备一桌丰盛的晚餐。 他们俩的脸上洋溢着难以掩饰的喜悦。 邻居们见状纷纷上前寻门,而汪平贵则是哈哈大笑, 透露了儿子汪辰带女友回家的消息。 汪辰,一个性格内向且诚实的年轻人, 大学毕业后历经几段失败的恋情, 终于在网上遇到了心仪的女孩。 这位女孩同样来自石家庄, 两人交往近半年后,关系逐渐迷茫。 面对父母的追问,汪辰有些羞涩地提到女方家庭条件优越, 她担心自家的贫困状况会成为障碍, 但她也坦白自己已经向女友透露了家庭情况, 而女友表示不在乎这些。 汪平贵对此深感欣慰, 她鼓励儿子不必顾虑太多, 关系确定后见家长只是时间问题。 她坚信,既然双方的心意已决, 就应该把握机会尽快安排见面, 推动这段关系向前发展。 就在这段温馨的时光中, 谁也没有想到, 不久后的一次意外将永远改变这个家庭的命运。 在2017年6月23日的一个深夜, 李贵兰正沉浸在甜美的梦想之中, 却突然被客厅传来的一响惊醒。 她伸手摸向身边, 发现床铺冷清, 老伴儿不知何时已经不在身边。 她心中意紧, 隐约感觉到事情不对劲, 于是连忙起身穿过寂静的走廊向客厅走去。 打开客厅的灯, 李贵兰的眼前出现了让她心碎的一幕。 她的丈夫汪平贵倒卧在冰冷的地板上, 身旁是一节裸露的电线从电视机旁的插座中伸出。 一瞬间, 她意识到了发生的一切。 丈夫触电自杀了。 她赶紧冲上前, 颤抖的双手拔下那根致命的电线, 紧接着试探丈夫的呼吸, 却已经没有了生命的迹象。 泪水模糊了她的双眼, 悲痛中她低声疑难。 老板, 你怎么能这么傻呢? 她的目光随后落在茶几上, 那里有一封丈夫留下的遗书, 字迹模糊, 内容未知。 这一悲剧的背后, 其实有着一段不为人知的故事。 时间回溯到2016年3月6日, 位于河北省石家庄市的一个小区里, 汪平贵和李贵兰夫妇喜气洋洋地来到了附近的集市, 准备为即将到访的儿子及其女友准备一桌丰盛的晚餐。 他们俩的脸上洋溢着难以掩饰的喜悦。 邻居们见状纷纷上前询问, 而汪平贵则是哈哈大笑, 透露了儿子汪辰带女友回家的消息。 汪辰, 一个性格内像且诚实的年轻人, 大学毕业后历经几段失败的恋情, 终于在网上遇到了心仪的女孩。 这位女孩同样来自石家庄, 两人交往近半年后, 关系逐渐迷茫。 面对父母的追问, 汪辰有些羞涩地提到女方家庭条件优越, 她担心自家的贫困状况会成为障碍, 但她也坦白自己已经向女友透露了家庭情况, 而女友表示不在乎这些。 汪平贵对此深感欣慰, 她鼓励儿子不必顾虑太多, 关系确定后, 见家长只是时间问题。 她坚信, 既然双方的心意已决, 就应该把握机会, 尽快安排见面, 推动这段关系向前发展。 在2017年3月6日的午后, 汪辰带着她的女朋友贾洪锦来到家中, 两人手玩手的样子, 看上去甜蜜极了。 贾洪锦的到来, 让汪平贵和李贵兰这对老夫妻既期期待又紧张, 毕竟他们早已听儿子说过, 贾家是一对高级干部, 家境显赫, 这让他们不禁感到自己的家庭似乎有些望尘莫及。 在那个阳光明媚的下午, 餐桌上的气氛虽然和煦, 但汪平贵夫妇处理每一个细节都小心翼翼, 生怕有什么地方坐得不周到, 影响了儿子的婚事。 而贾洪锦则以礼貌周到的态度, 对待这对未来的公婆, 她的举止得体, 让老两口心里渐渐踏实了不少。 然而, 虽然贾洪锦本人对这段关系持开放态度, 她的父母却并不满意这门亲事。 他们认为汪家的经济条件实在一般, 与他们家的身份有些不匹配。 尽管如此, 看在女儿非常喜欢汪辰的份上, 他们最终还是勉为其难地点头同意了。 对于已步入古兮之年的汪平贵夫妇来说, 他们最大的心愿就是儿子能早日成家, 早日抱孙。 因此, 他们时常催促汪辰和贾洪锦尽快领证, 把婚室定下来。 但贾洪锦的父母提出了新的要求, 婚房必须是120平米以上的新房。 这个条件对于汪平贵夫妇来说, 无疑是一个巨大的挑战, 毕竟他们所住的111平米的房子虽然宽敞, 但还是达不到贾家的标准。 面对这样的要求, 汪平贵和李贵兰感到非常为难。 那套房子原本是打算在儿子结婚后, 全家人一起生活的。 但现在看来, 贾洪锦不仅希望有自己的生活空间, 而且他还强调与长辈同住可能会有很多生活上的不便。 随着婚房问题逐渐成为一个难题, 汪平贵在一次晚餐后的沉思中突发奇想, 他对李贵兰说, 要不这样, 咱们把现在的大房子让给孩子们, 咱们自己再找个小一点的地方住, 这样儿子和他女朋友就有自己的空间了, 而且咱们也可以稍微省点。 李贵兰听后觉得这个主意不错, 第二天就和儿子, 未来儿媳妇商量这件事。 贾洪锦对这个解决方案表示接受, 并向自己的父母说明了情况。 贾家虽然勉强同意, 但提出了重新装修这套房子的条件。 汪平贵夫妇接受了这个要求, 开始寻找适合他们自己的二手房。 不久后, 他们通过房产中介找到了一套40多平米的小房子, 尽管位置烧偏, 房龄也较老, 但价格合理, 只要25万元左右。 在2016年某日, 汪平贵和李贵兰通过自己的积蓄和东拼西凑的方式, 总算凑齐了10万元, 加上贷款的15万元, 终于勉强筹足了买房的资金。 他们忐忑不安地完成了房产过户手续, 搬进了一处偏僻又瑞贤老旧的小房子。 看着年迈的父母住进这样的环境, 汪辰心里难以平静, 感到深深的愧疚和不安。 但汪平贵却安慰他, 与其坚定而又温暖。 儿子, 没事的, 你妈和我年轻时吃得苦比这多多了, 有个地方遮风避雨就行。 只要你和贾红锦幸福, 我们就心满意足了。 在婚房的装修问题上, 汪辰也遇到了难题。 虽然他已经准备了十万元进行精进的装修, 可自己手头只有七万元, 剩下的三万元无处抽错, 这让他整日愁眉苦脸, 不知所措。 一天, 汪平贵见儿子一边抽烟, 一边愁眉苦脸的叹气, 便问他究竟是什么事让他这么烦心。 汪辰无奈地说道, 爸, 装修需要十万, 我的钱只够用七万, 还差三万不知该怎么办。 我知道你们现在也欠了不少外债。 没等他说完, 汪平贵打断他的话, 语气坚定, 儿子, 你这有什么好仇的, 家里还有一套祖传的瓷器, 你拿到古丸市场去卖, 应该能卖个两三万。 如果还不够, 就找你大姑再借点。 依靠父亲的建议, 汪辰最终解决了装修资金的问题, 新房也得以顺利完成。 新房装修完成后, 汪辰请来了贾洪锦的母亲来视察, 结果岳母对新居十分满意, 并在离开时显得非常高兴。 2016年国庆期间, 双方父母正式见面, 最终定下了2017年6月18日为婚期。 在这次见面中, 贾洪锦的母亲特别强调, 作为独生子女的父母, 应当用心办好婚礼, 让这成为孩子们一生中难忘的大事。 汪平贵夫妇面对岳母的话, 只能连连点头,表达同意。 然而, 这场婚礼的费用, 让汪平贵夫妇感到压力山大。 贾洪锦的母亲提出, 除了给女儿买一辆约20万的车作为嫁妆外, 其他所有婚礼费用都应由南方承担。 这意味着, 他们需要筹措至少25万的婚礼经费。 汪平贵叹息着算计这笔巨大的开支, 而他们已经把所有积蓄都用在了婚房上, 还欠着亲戚十多万元的债务。 面对如此局面, 李贵兰虽然也感到焦虑, 但他坚定地对丈夫说, 咱们不能眼睁睁看着儿子难过, 还有一年多时间, 咱们就开始节省点。 比如你把烟戒了, 每月至少能省下一笔钱。 于是, 从那天起, 老两口开始实施节衣缩食的计划, 尽管知道这样省下的钱不多, 但他们相信省一点是一点, 为儿子的婚礼尽自己的一份力。 为了攒钱给儿子办婚礼, 汪平贵和李贵兰把勒紧裤腰带的生活过到了极致。 平日里, 他们只买那些价格最低的菜, 肉类食品更是成了稀客。 即使是街上随手可见的空饮料瓶, 他们也毫不犹豫地捡起来, 准备攒够了一起卖掉换钱。 除了生活上的各种节俭, 已经退休的李贵兰还找了一份清洁工的工作, 每个月能挣到一千五百元。 而汪平贵每逢有加班的机会, 无论多晚都毫不犹豫地留下。 他们的朋友们看到这一切, 都笑颜他们简直是钻进了钱眼里。 对此, 汪平贵只能苦笑不语, 心里想, 他们哪知道儿子结婚需要这么多钱, 我们不这么努力怎么行。 到了2017年春节, 汪辰抓住商场促销的机会, 带着未婚妻购买了所有家具和家电, 花费了七万多元, 其中两万多元是他父母省吃俭用节省出来的。 看着儿子的心房渐渐有了模样, 汪平贵和李贵兰总算是松了一口气。 然而, 随着婚期的日益临近, 他们发现汪辰愁眉不展。 多次询问之下, 汪辰也只是闷闷不乐, 不愿多言。 直到5月8日晚上, 汪平贵正准备睡觉时, 手机突然响了。 一看是儿子的号码, 他立刻接起, 电话那头却是一个陌生的声音, 喂, 你儿子喝多了, 现在躺在路口的花坛旁边, 身边有个皮包, 请您快来看看吧。 汪平贵一听这消息, 心中一惊, 他知道儿子平时很少喝酒, 心里不免更加担忧。 他和老伴急忙打车, 赶到了指定的地点, 果然看到儿子倒在花坛边, 那位好心的陌生人见他们来了, 才离开。 第二天, 汪辰酒醒后, 父亲迫切地问他昨晚发生了什么事。 汪辰面带愧色地讲述了前一天的经历, 本来是去买首饰, 我打算给小锦买个普通的婚戒, 他却看中了一个两万元的钻戒。 我当时钱不够, 就劝他别那么奢侈, 但他坚持这是一辈子就一次, 非要那个戒指不可。 我们争执后, 他气愤地说如果不买就分手, 我一时难过就喝多了。 听了儿子的话, 汪平贵和李贵兰都感到心痛。 汪平贵心想, 为了这唯一的儿子, 无论多难都要撑下去。 接下来, 他们又精打细算, 如果真按小锦的要求办, 娶这个儿媳妇还得花不少钱。 已经借遍了亲戚邻居, 现在看来只能向银行贷款。 汪辰也没有别的办法, 只好跟父母同意, 开始奔波于各家银行咨询贷款事宜。 然而, 多次尝试后, 银行都以信贷紧缩为由, 谨慎发放小额贷款。 从申请到放款至少需要三个月, 这样一来, 他们的婚期也就无法按计划进行了。 汪平贵听到这消息, 急得团团转, 他们这是怎么也没想到, 为了儿子的婚礼会陷入如此困境。 在面对儿子结婚的巨额费用压力下, 汪平贵无奈地重拾了曾经戒掉的烟瘾, 而且烟瘾比以前更加严重。 吸完一支烟后, 他经常会陷入剧烈的咳嗽, 某天更是咳住代血的贪赖。 这让李贵兰看在眼里, 心疼不已。 他劝他道, 你看你现在这样子, 还是彻底把烟解了吧。 抽烟对你身体的伤害太大了, 我们还有这么多事要面对呢? 另一方面, 汪辰因为钱的问题和未婚妻薛红紧, 几天没联系, 心情沉重, 情绪低落。 汪平贵看在眼里, 心里也是无味杂陈。 一天晚餐后, 他突然想到了一个可能的解决办法。 他对李贵兰说, 我想起来了, 我在高杯店的老家还有一个堂兄, 听说他近几年承包了个鱼塘, 挺赚钱的。 虽然以前我们有些误会, 但现在为了儿子, 我也不在乎那些就是了, 明天我就回去找他看看能不能借点钱。 第二天一早, 汪平贵便坐车回到了老家。 他的堂兄汪平昌看到他久违的到访, 带着惊讶和喜悦的笑容迎接他。 哎,这是哪年的风把你吹回来了, 难得你还记得回来看看。 汪平贵不好意思地递过去带来的礼物, 略显尴尬地解释了此行的目的。 汪平昌听了堂弟的困境, 毫不犹豫地表示支持, 这有什么难的, 结婚大事, 我当然要帮忙, 你说还差多少钱, 我这有些积蓄都可以给你。 饭后, 他就把自己能借出的七万元, 全数交给了汪平贵。 汪平贵握着堂兄给的钱, 激动地几乎说不出话来, 眼眶里涌出了泪水。 他没想到, 曾经的误会和争执 不仅没有影响到两人的关系, 反而在关键时刻得到了如此大的帮助。 回到城里后, 他把这笔钱全部交给了汪辰, 这才有了足够的资金去购买钻戒, 拍婚杀兆, 并且还支付了婚庆公司, 花车队等一系列费用。 薛洪锦的父母要求使用豪华婚车 以显示婚礼的气派, 汪辰尽管心里有压力, 还是按照要求一一办理。 虽然通过各种努力凑齐了资金, 婚礼的每一项都豪华且体面, 但最后还是面临着预定婚宴的大笔开销。 薛洪锦的父母坚持要在三星期以上的酒店举行婚宴, 每桌宴席价格至少800元, 这又是一个不小的经济负担。 汪平贵和李贵兰虽然为儿子的婚礼几乎倾尽尽所有, 但为了儿子的幸福, 他们愿意不计一切代价。 在婚宴的筹备过程中, 双方仔细核对了宾客名单, 最终确定了16桌的规模, 每桌的花费大约是1500元。 加上花车和其他细节, 整个婚宴的费用预计将超过24000元。 这笔钱对于汪辰来说又是一座难以逾越的大山。 每当看到儿子愁眉苦脸, 汪平贵心里也是难受至极, 不仅剧烈地咳嗽起来, 还常感胸口疼痛。 尽管老伴多次催促他去医院检查, 他却总是找借口拖延。 一天晚上, 汪平贵想到了一个临时的解决方案, 他对儿子说, 这笔婚宴的钱我们先借出来, 婚礼过后用收到的礼金还债。 你跟洪锦商量一下, 看他怎么说? 然而, 两天后, 汪辰无奈地向父亲传达了贾洪锦母亲的意见, 洪姐的妈妈不同意用礼金还债, 她认为婚礼当天男女双方的礼金应该各收各的, 而且他们家朋友众多, 将来还要回人情, 所以婚宴的费用还是得我们出。 汪平贵听了这话, 怒从心起, 掏出一支烟准备点燃, 却被妻子及时制止了。 李贵兰严肃地说, 你这两天咳嗽都带血了, 还敢抽烟? 不要再拖了, 得赶紧去医院检查。 汪平贵不以为然地回应, 儿子的婚事还没办完呢, 我哪有那么娇贵, 等一切都结束了再说。 儿子也劝道, 爸, 妈说得对, 你最近看上去真的不太好, 得去医院检查一下。 但汪平贵坚决表示没事, 对儿子说, 你们就不用担心我了。 关于礼金, 他们家的主意我们也管不了, 我们就按我们的方式来。 至于婚宴的钱, 我和你妈会想办法的, 你们就忙你们的事去吧。 为了解决这笔婚宴费用, 汪平贵实在无计可施, 只好求助于朋友圈中的一个生意人。 尽管借款的利息高得让人心疼, 但无奈之下, 他只能接受这个条件, 将借来的两万元交到了儿子手中, 希望能让婚礼顺利进行。 2017年6月18日, 汪辰和薛洪锦的婚礼如期举行。 在浓厚的喜悦气氛中, 汪平贵和李贵兰喜笑颜开地 接受了新人的跪拜, 并送上了红包。 然而, 就在这欢乐的气氛中, 汪平贵突然感到一阵头晕目眩, 接着猛地喷出一口血, 令在场的亲朋好友都惊慌失措。 李贵兰急忙扶住了他, 汪平贵勉强稳住身体, 轻声安慰众人, 没事, 可能是这几天太紧张了, 放松一下就好。 婚礼后第二天, 尽管汪辰和薛洪锦飞往云南度蜜月, 汪平贵的健康状况却越发令人担忧。 在李贵兰的坚持下, 他终于去医院进行了检查, 结果CT显示他的肺部有阴影。 经过专家会诊, 血诊为晚期肺癌, 这突如其来的消息让李贵兰无法接受, 一时之间悲痛欲绝, 坐倒在了医院的椅子上。 汪平贵深感无力, 他哀叹, 看来我是熬不到抱孙子了。 这就是命啊。 尽管医生建议他进行保守治疗, 可能还能延长生命几年, 但汪平贵决定回家好好思考一下接下来的计划。 接下来的几天, 他情绪波动极大, 时而愤怒, 时而平静。 李贵兰安慰他, 你别太担心钱的事, 咱们把房子卖了, 给你治病, 再租个房子住就是了。 然而, 2017年6月23日的夜晚, 经过一番深入的谈话后, 两人各自入睡。 不料, 这一夜发生了悲剧, 汪平贵选择了自杀。 他留下的医书中写道, 晨晨, 爸爸走了, 你要好好照顾你妈。 欠下的债务只能靠你们夫妻俩了。 孙子, 我也保不成了, 这就是命。 得知这一消息后, 正在云南的汪辰和薛红锦急忙返回。 汪辰看到父亲的遗书, 和了解到自杀的整个过程后, 悲痛欲绝, 情绪崩溃, 最终因长期的心理压抑, 加上巨大的打击, 表现出精神分裂的症状, 需要住院治疗。 这一系列的不幸事件令李桂兰也精神崩溃, 他不仅失去了深爱的丈夫, 儿子也因精神问题需要治疗。 原本应该是一家人最幸福美好的时刻, 却变成了无尽的痛苦和失落。 婚礼本是人生的大事, 却也可能带来无法预料的重负。 未婚青年们, 特别是年轻女性, 常常憧憬着自己的婚礼能够盛大且光彩照人。 然而, 这种光彩往往需要昂贵的金钱作为支撑, 从而使得婚礼逐渐变成了一种奢侈品。 例如在本案例中的汪辰与薛洪锦, 他们来自普通的家庭, 一个婚礼就耗资数十万元, 几乎耗尽了家庭的所有积蓄。 这如果家里真的富可敌果, 还好说, 但实际情况并非如此。 如今, 许多婚礼已经演变成了一场 攀比赛, 大家不断比较谁的婚车队伍更长, 谁的烟花更想更贵。 为了一场婚礼, 即使是手头截居, 也有人不惜借债, 只为在这一天显摆一番, 仿佛这样的花费不需要还是的, 外人或许只是看看热闹, 随口夸赞几句, 而自己则心满意足。 然而, 当庆典过后, 那些奢侈的花销将转变成长期的经济负担。 更重要的是, 一个过于奢华的婚礼可能失去了其本应有的内涵, 变成了一种形式上的走马观花。 这种过分的奢华不仅仅是一种炫耀, 背后可能还隐藏着对婚姻未来的不安。 许多年轻女性可能通过奢华的仪式来证明自己的婚姻选择是正确的, 却忽略了考虑双方实际的家庭状况。 如果两个人是真心相爱的, 他们应当意识到婚姻生活是平凡而真实的, 不应该是一时的奢华幻想。 过度的花销不仅会影响婚后生活质量, 甚至可能影响到下一代的生活条件。 现在是2022年, 也许未来十年这些钱看起来不算什么, 但我们应当考虑, 是追求一时的体面, 还是长远的可持续发展更为重要。 如果节省下来的这些资金用于孩子的教育, 购房或其他生活必须, 岂不是更加理智和友谊? 因此, 我的观点是, 如果非得在体面和可持续发展之间选择, 我倾向于选择后者, 除非你真的非常富裕。 最后, 我想呼吁现在的年轻人, 不要过分在意婚礼的外在形式, 如钻戒的大小, 婚纱的贵贱, 婚车的品牌或酒店的档次, 而应更多的关注爱情本身的价值。 总之, 婚礼的真正意应是让新人在这个重要的仪式中 意识到自己的成长和责任, 以及对家庭和社会的承担。 如果婚礼的形式越来越肤浅, 那么社会的风气也将受到负面影响。 一二三的质责任,